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Mac的使用手册系列的第三集, 仿达和文件管理。 本集将分享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 仿达的基本设置。 先打开仿达的偏好设置,菜单栏,仿达,偏好设置。 先看第一个Tab,选择通用。 通用里面有几个选项,硬盘,外置磁盘,勾选之后, 你电脑的磁盘都会显示在桌面上, 外置磁盘指的就是移动磁盘,CD,DVD和iPod是一样的道理。 我一般不勾,显示出来也没有什么用处。 开启新仿达窗口时打开,指的是, 当你开启一个新的仿达窗口时, 当前位置显示的是哪一个目录,也就是默认打开位置。 我这里显示的是我的用户目录, 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目录, 比如桌面,文稿,还可以自定义。 我个比较习惯选择用户目录。 相对来说,用户目录更方便一点。 第二个Tab是标签, 这是Mac的一个重要功能, 后面专门分享,这里就先跳过。 后面一个是编栏,就是仿达的侧编栏, 默认的下边这几个选项都是没有的。 侧编栏是一种快捷入口, 如果你经常访问这些目录, 有快捷入口就方便多了, 所以我建议都显示出来。 下面的这些同样的道理, 喜欢就显示出来, 不喜欢就去掉。 最后一个,高级, 显示所有文件扩展名, 这个要打开, 要不然文件扩展名是不显示的。 更改扩展名之前显示警告, 当你修改了文件扩展名, 它的默认打开程序就变了。 给个警告还是很友好的。 执行搜索时, 默认是搜索整个电脑, 个人建议搜索当前文件家, 这样你的仿达就设置好了, 文件管理基本操作。 首先介绍一下MAT的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文件预览, 选定一个文件, 按下空格键, 在文件没有打开的情况下, 就可以预览文件内容, 换一个文本文件也是一样, 选定, 按下空格, 这个文件里都是Hello World, 第二个是移动文件,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文件移动到桌面上, 只需要拖过来就好了, 拖动只是移动文件, 不是复制, 原来的地方就没有了。 第一集的视频中继的分享过复制文件, 右键复制会生成一个新的文件, 如果选择的是拷贝, 就是拷贝到内存, 可以粘贴到任何位置。 右键菜单中的一道废纸楼就是删除文件, 我们选择一道废纸楼, 然后是新建目录功能, 在右键菜单中有新建文件夹, 我现在新建一个文件夹试试, 或者使用仿达的文件菜单中新建文件夹。 这里有几个快捷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说一下拷贝到一个文件到另一个目录里, Command加C先拷贝这个文件, 然后在桌面上按下Command加V, 粘贴该文件, 然后是删除一个文件或是文件夹, 按下Command加删除。 仿达窗口的基本操作, 这是一个仿达的窗口, 现在想再打开一个仿达, 在程序物上点仿达的图标, 是启动不了的, 需要在菜单栏的文件菜单里选择新建仿达窗口。 这个时候才会开启一个新的窗口, 注意到仿达文件菜单里还有一个新建标签页, 这个时候在当前的仿达窗口就生成了一个标签页, 这个两个功能同样也是有快捷键的, 首先是新建一个窗口, Command加N, 就新建了一个仿达窗口。 第二个就是新建标签页, Command加T, 在当前的仿达窗口就产生了一个标签页。 在仿达窗口的最底部还隐藏着一个状态栏, 菜单栏, 显示菜单, 选择显示状态栏。 然后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状态栏了。 仿达窗口工具栏使用, 这是一个仿达窗口, 鼠标位置就是仿达的工具栏, 这是工具图标, 这四个图标是控制排列方式的。 第一个是以图标的方式排列, 第二个是以列表的方式排列。 第三个是以这种预览的方式排列。 像这样左边选择文件, 右边窗口就可以预览了。 第四个是以画廊的方式排列, 这个就像放换灯片一样, 比较适合查看照片。 我先切回以图标的形式排列。 这个是分组排序, 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个是按名称排序, 第二种是按类型, 把文件按, 文件夹, 文稿, 图像, 分组, 按应用程序, 就是按打开文件的应用程序进行分组。 还有按上次打开日期, 按添加日期, 按修改日期, 创建日期, 大小, 标签。 我切回用名称吧。 这个工具, 相当于右键菜单。 鼠标右键菜单, 跟它其实是一样的。 工具栏上的工具图标, 也是可以调整的。 鼠标右键点工具栏, 选自定义功栏。 把新建文件夹的按钮, 拖到工具栏上。 工具栏上就有新建文件夹了, 点击就创建了新文件夹, 根据自己的需要, 可以自己调整。 下面是文件标签。 我们先打一个, 仿达窗口。 在文稿里, 我新建了一个Cone目录, 假设这是我的工作目录, 里面是我团队的月报。 从2021年1月到2021年5月, 就假设有这5个月的。 我团队里面有4个小伙伴, 分别是Jim, Jean, Lily, Lina, 所以这5个月里, 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月报。 而我目录的结构是按时间的, 以月为单位建的目录, 然后把这些人的月报放进去。 当然, 也可以按人来建目录结构, 然后在每个目录里放进每个月的月报。 两种方式都有问题, 没有办法支持到另一种查找方式。 比如, 现在按时间键的目录, 那我要查看Jim的这5个月所有的月报。 我只能到这5个目录里一个一个的去找。 这样子就很不科学。 Mac提供了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叫做文件标签, 我们拿Jim一月份的月报演示一下。 右键菜单, 选择, 标签, 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的标签设置成Jim。 这里我已经设好过了, 标签我已经打好了。 回到上一集目录, 把这5个月的月报都设置一下。 在仿达的右侧标签栏里, 就有显示你刚刚设置的标签。 我们点击一下Jim, 这个标签试一下, Jim的这5个月的月报都展示出来了。 点击其他的标签效果也是一样的。 标签还可以设置颜色的。 菜单栏, 仿达, 偏好设置。 我们设置一下Jim的颜色。 鼠标右键, 选择绿色, 同样的把Jim设置成紫色。 看看文件名字前面的圆圈, 颜色也变成标签的颜色了。 可以看得出来, 文件标签的功能还是非常有用的, 能帮助你快速的定位到你想要的文件。 文件搜索。 第一种搜索方式是使用仿达工具栏上的搜索功能。 点击搜索图标, 我们搜一下Jim。 我们搜出这么多的Jim。 这些文件都是跟Jim有关系的。 现在的搜索范围是整台Mac, 也就是整个电脑, 这里是可以切换的。 我们切换到文稿。 这个目录里面只有我们之前月报文件, 正好五个月的。 除了使用仿达的搜索功能之外, 还有另一个搜索方法。 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看鼠标。 这个就是聚焦搜索Spotlight。 输入Jane, 试试看看, 搜出很多的结果。 前面的是iTunes Store里的内容, 还有Sephora里也有。 这里是我们文稿里的那五个月的月报文件。 下面还有很多, 包含Jane的内容。 Spotlight的功能, 也是非常强大好用的。 但是我平时使用的是, 比这个更强大友好的工具Alfred。 后面我会录一期视频, 专门分享Alfred。 最后, 要分享的是一键整理桌面的功能。 如果非常的不幸, 你的桌面被你搞成这样了。 要如何拯救你的Mac呢? 鼠标右键点击桌面, 使用碟放。 瞬间就帮你把桌面整理好了。 喜欢搞乱桌面的人应该会喜欢的。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儿, 感谢观看, 拜拜。